受新冠肺炎及环球经济阴霾拖累,香港整体楼价跌势显著,政府最新数据显示,8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再错1.1%,跌幅为近半年来最大,并已连跌两个月,而今年首8个月楼价仅升约0.37%,市场料全年跌达5%, 同时,市区单栋楼业主跌市期间率先投降,其中红磡城中会连陆两宗账面涉让买卖,部分持货4年损失约30万港元,据差响物业股价处资料,8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0.6点,为今年4月后最低,期间港岛区实用面积753-1075方尺中型单位, 平均尺价报18780元,按月急射约10.9%,为各类别单位跌幅最大,而各区面积431方尺细单位均价亦传数下错, 其中九龙区按月跌约6.1%-14510元, 相反,8月份租金走势较为平稳,其内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181.7点, 按月升约0.39%,年升3个月,但今年首8个月盈6约4.2%跌幅, 面对跌市,市区单栋楼失手,成交价低于数年前扣入价, 市场消息称,9月份期间成中汇陆至少两宗涨涉个案, 包括一个中层实用面积410方尺单位, 以约761万元售出,尺价约18561元, 原业主不足4年前以791万元扣入, 而比伦一个同面积单位亦以793万元沽, 较5年前扣入价账面低约15万元, 但原业主扣入时可获1%现金回赠优惠, 迷你单位继续出血,香港置业朱永健指, 港岛烧机湾泊汇中层B室, 实用面积约210方尺,放盘5个月, 经以价后中售约460万元, 尺价约21905元, 原业主持货5年转手, 账面涉让近10万元离场, 事实上,后市去向未明, 业主都加快套现,资料显示, 九龙城学林牵低层户, 以550万元登记售出, 原业主2017年同意550万元扣入, 账面凭手料需洩洗肺, 来方执行董事及股价及咨询部主管林浩文表示, 现时香港楼市十分畸形, 住宅楼价仍然高企, 但会持续调整, 移租金则因经济不景, 以及失业率高企而向下, 预期全年楼价会跌约4-5%, 他又指, 在现时经济寒冬下, 积聚的购买力能否持续释放至年底, 要取决于大型企业年底会否大幅财源。 另方面, 反映主要二手屋苑价格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 本周仅升0.08-176.74点, 指数主要反映9月7-13日实际市况, 该行亦指出, 十大二手屋苑9月份6262宗二手买卖, 当月少两宗, 当中五成平均实用赤价按月回落, 零售前景暗淡, 商场汤铺再陆涉样个案, 北伐人流的湾仔迁尼斯到298电脑特区, 一个一楼迷你铺, 仅以85万元登记成交, 约七年贬值于五成, 尺价约16,345万元, 上述商场一楼单号铺, 实用面积约52方尺, 今年7月底透过环瓦拍卖推拍, 当时开价118万元, 其后减至80万元翻拍, 该行董事总经理区韵冲透露, 该铺最后未能透过拍卖售出, 最终经买卖双方初商后成功沽出, 资料显示, 原业主于2013年以178万元扣入该铺, 现账面贬值93万元或约52%, 新界汤铺业主都要选手, 资料显示, 嘉湖山庄新北江商场一楼单号铺, 以110万元登记役首, 铺位2016年以118万元买入, 时次交易账面损失8万元, 车位亦未能幸免, 沙田河半花园一楼单号同类物业, 以83.8万元登记售出, 约4年账面贬值约27%, 同区帝保城L3楼单号车位亦以97万元登记转手, 较两年多前扣入价低约24%, 另方面, 中城拍卖周三, 9月30日沽出四项物业, 其中屯门居屋景峰花园两座中层A单位, 实用面积423方尺, 自由市场开价266万元, 中以326万元拍出, 高约60万元或约23%, 尺价约7707元, 单位属法院令及不提供楼契单位, 同场亦有一个商铺卖出, 旺角亚街老街先达广场一楼单号铺, 年租约以450万元成交, 高开价20万元, 铺位实用面积约61方尺, 尺价约73,770元,